第四节目,大家Shalom,平安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灵修主题说 学会杀种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到第十节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他吃种给撒种的 吃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人意的果子 我们的神是乐意赐下恩典的上帝 Amen 然而他所赐的恩典 却不见得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 一方面神要供应我们的需要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他也要我们赐自己劳碌得来的 这两者其实并没有互相的矛盾 第十节说 神赐下种子 给那些栽种或者是撒种的人 他会赐下够用的种子 但神要我们付上代价去撒种 然后他会因我们的撒种的劳力 赐给我们粮食吃 换句话来说 神不会让我们不饶而祸的 他要求我们先凭着信心付上代价 然后他就会赐福给我们 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名称洛科菲特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的富豪 从小就要工作来支持母亲 所以他每个礼拜 当他一领到薪水 只有一块半的时候 他第一次拿到这个钱 他就赶快的把它交给母亲了 当他交给母亲的时候 母亲就把他抱在腿上 然后就对他说 他说如果你能将十分之一 奉献给神 我会更高兴 于是他就这样子做了 从那时候起 他就一直守着 遵守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 一块半 一块半奉献 一毛五 还很容易 但当十一奉献 的是一百万时 那么这件事做起来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规格卖片的创始人 Henry Crowell 他从小就因为有肺劳 就不能上学 他就听穆迪 在讲道的时候 他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激励 那么他就祷告说 他说主啊 我不能成为传道人 但呢 我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商人 如果你让我赚钱 我就用这些钱来服侍你 那么然后呢 他在这个俄亥俄州呢 买了一个废弃了的一个小工厂 所赚的每一分钱啊 他都用来奉献 这一个十分之一 十年后咯 他的卖片就成了 家喻户晓的这个产品 随着这个收入的增加 他的奉献也开始的增加了 从百分之十一 到后来奉献所有的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甚至到七十 而神的祝福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为奉献是一种的牺牲 神的祝福远远超过你所求和所能想象的 你相信那后赐众人的上帝 今天你要施恩 这个神的恩典啊 要赐在你的身上 你愿意到他的面前来领受这个奉献的恩典吗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赐下了主般的恩典 更赐下了丰富资源在我们的手中 主啊 我们求你教导我们 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在你所托付的这个财务上 可以摆上为你所使用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信心 在这个奉献的领域上 大胆的 赶赶的去杀种 因为我们知道 神啊 你就是那一个赐福的上帝 我们信靠你 仰望你 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Amen Amen 弟兄姐妹朋友们 愿上帝赐福你